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能让歌神张学友如此的痴情吗? 张学友说,遇见她之前,我从未想过结婚,娶了她以后,我从不感到后悔。 她就是罗美威。 在她很小的时候,父母就离了婚,于是罗美威只能跟着外婆一起生活。 在1985年,长相漂亮的罗美威被黄百名发掘,她就邀请罗美威拍摄了《开心鬼》系列电影。 而这时的张学友也刚发表了一张专辑,她还只是一个歌坛新人。 在1986年,罗美威和张学友因拍摄了电影《痴心的我相识并相恋》,最开始的两个人形影不离。 而张学友的事业也逐渐地火了起来,但这只是昙花一现。 不知为何,张学友的唱片从原来的20万张直接跌落到仅仅2万张,巨大的落差让张学友变得消沉,提气暴躁。 这个时候,罗美威的事业正处于鼎盛时期,这也无形中给张学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。 从此,她开始整天酗酒。 罗美威看在眼里,痛在心里,虽然劝说了多次仍没有效果,她只能提出了分手。 在分手之时,她留给了张学友这样一句话, 只要你能戒酒,我们之间还有余地。 于是在1988年的年末,张学友终于想明白了, 她从心地振作起来,追求罗美威,看到了张学友戒酒的决心。 这也让罗美威看到了希望,于是两个人又重新地走到了一起。 俗话说,失去了才懂得珍惜,这使两个人的感情比从前更加的甜蜜了。 为了扶持张学友的事业,在当红之时,罗美威主动地退出了娱乐圈。 到了上世纪90年代,张学友就成为了歌坛四大天王之一。 在1996年,相爱十年的两个人在伦敦注册结了婚,婚后的罗美威喜欢安静,她几乎每天就是待在家里。 在2002年,张学友在节目中说出了罗美威换上了严重的洁癖,严重到外出吃饭她都会自己带着碗筷,然后不停地用开水冲洗。 而家里的庸人更是换了又换,三年的时间竟然换了21个。 网上曾经晒出这样一段视频,张学友、罗美威和梁朝伟一起吃饭,虽然有说有笑,但罗美威一直戴口罩,曾经有人指责罗美威过度洁癖。 而张学友则表白罗美威是最好的。 如今的两个人已经结婚24年了,张学友成感慨,在家里大小事情我都听老婆的,有人说我怕老婆,但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怕,而是一种尊重。 家人们,你怎么看?你还记得张学友歌吗?